大家好,我是小刘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玉米饼的做法 做出来色泽金黄肉嫩,而且口感不错 下面就来给我们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盆里面倒入玉米面 再加入面粉,玉米面和面粉的比例是1比1 里面加入适量的盐 还有花椒叶搅匀 这个是温水化开的酵母水 一斤面粉大约放3克的酵母粉 水和面的大概比例是1比2 面火好后盖住让它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 现在发酵好了 手上抹点油 把面团用手来回整理一下就可以烙饼了 盐饼撑里刷点油 油热以后放入面团 再用手按压成圆饼状 再用手按压成圆饼状 每隔两分钟把饼翻过来一次 煎至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今天这个饼就做好了 色泽金黄酥脆好吃 而且比较简单 喜欢的话可以在家里试着做一下 朋友们喜欢我的视频请您关注分享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